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指出 乔务工作涉及到海外乔包在台湾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关键 并呼吁台湾民众和乔包要更加关注乔务工作的重要性 张亚署主任表示 与会者对于庄雅书的演讲反应热烈 纷纷表示加深了对乔务工作的了解 并对海外乔包和台湾的支持表示十分的感动 与会者表示 乔务工作是台湾与海外乔包息息相关的重要事物 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乔务工作 凝聚乔务工作 提升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北加州分会会长瓜庄会表示 协会致力于凝聚女性力量支持台湾 成为台湾的民间大使 他表示 除了提供事业发展的机会外 协会也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为台湾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在全球经历COVID-19疫情后 世界卫生组织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 排除台湾在外的驱动引发关注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北加州分会的成员呼吁 计划在5月4日举行行动 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和诉求 他们表示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台湾的价值和重要性 并争取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公平地位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特派记者瑞塔夏